把桂鱼放进油锅里 炸到金黄色 齐锅后在淋上炒好的糖醋酱 这道松子桂鱼 光看就让人食指大动 中国人年夜饭的菜单上 一定要有条鱼 因为年年也有鱼嘛 高温油炸过后的虾子 外形饱满 看起来就像元宝一样 黄油元宝虾也是年菜必备款 想吃得提前一年预约 我告诉你很恐怖的 我们有好多的老顾客 都是青年吃了年夜饭 把明年年夜饭都订了 是这样的状态 那一家上海老字号饭店 也抢供除夕商机 推出市面上罕见的 青鱼突肺 虾子大乌森岛 一系列经典上海本方菜 没预约可是吃不到的 上海人比较喜欢吃这种 口味比较浓厚的一些菜 所以说我们年夜饭里面 比较会放上这些菜 像这种就是要特别的预定 才会吃到这种菜 上海市集也弥漫浓浓年味 电子鞭炮 春联 大红灯笼 等春节应景饰品挂满街 一片红通通 喜气洋洋 吸引不少民众前来采买 小哥 明年是狗年 又生活是我的本命年 这个第二阶比较多 其实它种类也多 每年都要来一次 好 因为明年是狗年 所以今年最夯的商品 就是我手上这一只 这种红色狗狗的布娃娃 是我妈妈给我买的 你为什么会有大小都有 因为我喜欢它 随着春节脚步靠近 人潮越来越多 营业时间从8小时拉长到12个小时 预计销售量将成长两成 业者已经备好货 准备迎接农历新年 记者程序 张惠霖 上海报道